110年全国运动会10月16号即将在新北市登场 大会圣火7号上午抵达花莲 由新北市的火炬手叶哲鱼交棒给田径跨栏女神谢喜恩 并在新北市副市长以及花莲县副县长的见证下 完成交接仪式 共同迎接全运会 跨人国中田径队充满青春活力 在舞台上挥洒汗水带来精彩表演 迎接全国运动会的圣火到来 110年全国运动会10月16日即将在新北市登场 大会圣火7号上午抵达花莲 由新北市的火炬手叶哲鱼交棒给田径跨栏女神谢喜恩 并在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及华莲县副县长严新章的见证下 完成交接仪式 接 看向前方 哇 生活的精神已经全接华莲县 体现互相理解 友营团结 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 第一个最主要的 还是让我们的运动选手 有最好的比赛场地 可以发挥他们最好的成绩 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做好完全的准备 让我们运动员可以随时上场 那当然其他以外 我们也做了很多包括防疫的所有的作为 那这一次主场在我们新北 可是我们在办理的过程中 我们市长特别强调 所有的运动好手 两年一次到一个县市来展现运动的这个所有的技能展现 这样的一个展现机会 虽然主场在新北 我们要设计让每一个县市的选手来都感觉主场在自己的县市一样 我想花莲是一个体育的大县 所有的选手这个都是在花莲培育出来很多 人口虽然很少但是培育顶尖的这个运动选手很多 所以花莲在以往的所有的前辈的这个训练之下 我们要感谢他们 然后我们应尽的这些选手更要加油 然后再接班接续 花莲县今年的生活代表谢喜恩 也是这次东京奥运田径项目中唯一的女将选手 希望能在她的带领之下为花莲再创佳击 记者 徐立芹 欢迎电视报导